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辣台派好久不見 這段時間大家好不好 大家都是最挺蔡英文 跟我一起守護臺灣的辣台派 是不是 這段時間 我不但地用各種的方式 向大家說明我們公投的主張 現在 換各位臺灣隊的隊友告訴我 為了臺灣更好的未來 這一次的公投 大家要怎麼選擇 好 好 四個不同意 四個不同意 那我們再一個一個來一遍好不好 好 第一個 重啟核四 你們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庭建三接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反美租進口同不同意 最後 公投榜大選 大家同不同意 同同意 如果這四個公投案通過 臺灣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重啟核四通過了 臺灣就要繼續地將龐大的金錢與時間 消耗在一台不安全的拼裝車 而同樣的資源 我們卻不能用在更有建設性的 來發展全世界都在搶購的綠能 以及其他的新型能源 如果三接停建 臺灣就要燒更多的煤來發電 我們的能源轉型的路線 會被打斷 改善空污的腳步 也會停下來 如果反美租進口通過了 國際就會懷疑 臺灣沒有解決困難的貿易問題的決心 我們很可能錯失眼前的大好機會 臺美關係會受到影響 我們加入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 CPTPP的努力 也會面臨更多的困難 如果公投把大選通過了 有關國家未來的重大議題 將不能在一個更理性 更冷靜的環境中做決定 如果我們不想看到 臺灣繼續內耗被拖垮 12月18號 請所有臺灣隊的隊友站出來投票 跟我一起為臺灣守住正確的發展路線 大家說好不好 另外 我們還有兩個任務 要請所有臺灣隊的隊友一起守住 現場 我們有臺中第二選區的臺灣隊友嗎 真的有耶 那這個就拜託你們了 我們勇敢又專業的臘臺妹 林靜宜正在為臺灣隊 努力的拚立委補選 明年1月9號 我們要一起守住靜宜 守住我們最溫柔最堅定的臺灣隊友 大家說好不好 還有另外一個任務 我要請大家一起守住 我要請大家一起守住 Freddy 我們現場有沒有住在中正萬華區的朋友 現在我們的隊友Freddy 正遭遇惡意的霸禮行動 同樣也是明年1月9號 各位臺灣隊的隊友 要團結Tim Freddy 不要讓他孤單 不要讓有心人繼續破壞我們臺灣隊 大家說好不好 全世界都在關注這一次的公投 這一次我們要用選票告訴世界 臺灣不只捍衛主權 更要跟國際接軌 跟世界交朋友 成為一個更安全更繁榮的國家 大家說好不好 我們臺灣隊團結起來 用四個不同意 讓臺灣更有力 讓臺灣大步向前走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四個不同意 臺灣更有力 臺灣加油 臺灣加油